注意看,嚣张的韩国选手太狂妄 竟然在发布会现场殴打中国人 就连现场工作人员都拉不住 被工作人员分开后 这家伙嘴里还在骂骂咧咧 扬言要把中国人全都干掉 在比赛现场,不仅恶意击打中国人的后脑 甚至想要勒断对手的脖子 简直是丧心病狂 她就是韩国女魔头徐一琴 赢下比赛的韩国女魔头 当场叫阵格斗女王张伟丽 张伟丽,你看到了吗 千万别惹怒了我 不然这就是你们中国人的下场 只要你敢来韩国打比赛 我一定会亲手送你上路 面对咄咄逼人的韩国女魔头 张伟丽不顾教练的劝阻 也要牵下生死状 飞完韩国和对方一较高下 就让我们查暗点赞三秒 一起为格斗女王张伟丽加油吧 比赛铃声敲响 张伟丽眼神中充满了杀气 徐一琴一看这架势 就像是老鼠见到了猫一般 吓得她根本不敢让张伟丽近身 只能在擂台上四处游走逃窜 张伟丽则是毫不客气 重拳重腿朝着徐一琴输出 徐一琴连忙进行接腿 想要将比赛拖入地面当中 张伟丽的核心力量很强 直接将徐一琴给按了下去 徐一琴还想垂死挣扎 张伟丽凶狠地袭击接连杀出 打得徐一琴根本招架不住 遭受重创的韩国魔女 直接倒在了地上 张伟丽趁机冲上去地面杂拳 似乎随时都能结束比赛 地面较量中 无论这个徐一琴如何的挣扎 张伟丽都牢牢地占据着压制位 不断给徐一琴施加压力 不过这家伙也很顽强 在地下不断地挣扎 让张伟丽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给予他致命的一击 张伟丽于是决定改变方式 主动放弃压制位 并且示意对方站起身来继续 看样子张伟丽是信心十足 短暂的拳法较量后 徐一琴明显不是张伟丽的对手 他主动近身和张伟丽进行缠斗 两人在围龙边角力 战力对拼中 张伟丽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 徐一琴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于是这家伙再次开启了马拉松长跑 看着像尼秋一样滑溜的韩国魔女 张伟丽也非常的无奈 于是他趁机抓住徐一琴的大腿 再一次将比赛拖入地面当中 这家伙就没办法跑掉了 徐一琴这家伙 还想对张伟丽施加手臂十字步 可是张伟丽的力量优势明显 直接正开了对方的束缚 徐一琴被张伟丽牢拉地压制着 这家伙根本打不赢 于是他用双手控制了张伟丽的双手 让张伟丽无法进行攻击动作 比赛陷入僵持阶段 在裁判的干预下 两人重回战力继续 超大 genius 最终的迹头 就总有攻击力离疑 如果他的战归的战归 是攻击力偏向 因为他最终的迹是 我们要有守択上 去 它上台满中国的大人 可以的重剑战力 拉上台满转中 说 Actually 尔利迹炸弹用的 陷阶 他们来起码 他们自由的重振大人 比赛进行到回合末端 完全成为了张伟丽的个人表演秀 他犀利的拳法攻势 打得徐义琴根本招架不住 徐义琴只能再次发挥 自己的长跑优势 围着圆龙跑圈 不过龙字就这么大 徐义琴再怎么跑 这些阶队跑不出张伟丽的手掌心 我必须要攻击 好 咯 就好 凉 卡 凉 凉 凉 1 10 10 0 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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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柜 偷 特 凉 凉 凉 2 5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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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张伟丽气势如虹步步紧逼 徐义琴继续执行跑圈战术 根本不敢让张伟丽近身 我看这家伙不应该参加格斗 而是去参加长跑比赛 估计都能拿个第一名回来 简直太可笑了 也不知道这家伙哪里来的勇气 居然还敢挑衅格斗女王张伟丽 三谷力执行 但是,他要有点自信的, 如果他能带走,他会带走, 他会带走,他会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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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击中,张维莉终于抓住机会, 一技后手重拳打晃对方, 紧接着一技高边腿, 打得徐亦晴脑子有些发猛, 这家伙吓得赶紧搂住张维莉, 结果被张维莉一个肘击, 直接给砸翻倒地, 张维莉随即扑上去进行地面砸拳, 在张维莉狂猛无比的地面砸拳下, 徐亦晴彻底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裁判健壮赶忙叫停了比赛, 张维莉以TKO的方式, 狠狠地打脸了狂妄的韩国棒子, 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 大家觉得张维莉打得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格斗的朋友给个三连再走呗。